大家好 欢迎收看时事金扫描 我是金燃 我们需要您的支持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您的点赞转发和留言都是可以帮到我们 要是能看完节目中出现的广告就更加感谢了 5月份对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一个进入夏季 或者期待学校放假的月份 但是对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两个国家来说 5月战争将是俄乌战争的战略转折点 周一晚 乌克兰军队向被占领的克里米亚 两个地点的俄罗斯空军基地 发射了美式陆军战术导弹 也被称作为ATACMS导弹 重点不是这次打击的战果 而是通过这次袭击外界确认了一件事情 就是美国政府批准的陆军战术导弹的远程型号 已经到位了 因为这次乌军打击的远处的地点 一共打击了两个地方 远处的地点从他控制的领土到这里 要大约225公里 因此上可以确认乌军已经收到了 射程为300公里的远程陆军战术导弹 而没有确认的一个消息 同时也传来了 就是连接克里米亚和俄罗斯本土的 克里米亚大桥附近传来了巨大的爆炸声 大桥的交通也暂停了 而据乌克兰军方透露 有4万多俄军被调动聚集 正准备对乌克兰第二大城市 叫哈尔科夫发动战略进攻 还不仅仅是这一个城市 战线可能会长达几百公里 很可能是俄乌双方都在准备的 那个决定战争走向的五月会战 就此就打响了 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总司令 斯尔斯基刚刚表示说 目前前线的局势恶化 俄军正沿着超过1000公里的战线在推进 因为美国通过了援武法案 大批的武器将会源源不断的运往乌克兰 因此上普京很可能会提早发动五月会战 寄希望于打个时间差 在美国武器还没有完全到位 乌克兰军队在前线呈现疲惫松动之势的奸细 打破这种胶着状态实现战略突破 很明显美国和北约深知此时的紧迫性 对乌克兰的军援也在加速的运作 近一段时间乌克兰因为炮弹几乎见底 在前线已经很少主动炮击了 大多数是利用无人机来袭击 最近却发现乌克兰开始恢复炮击 明显是第一波美国军援的炮弹开始到位了 我们来看看俄罗斯前线一个带有弹药库的基地 最近被轰炸的视频 另一段公开的视频很罕见 是乌克兰士兵使用美国提供的M2A2 布莱德利步兵战车向俄罗斯阵地开火的视频 而拍摄的这个视角呢 是从步兵战车的夜视仪中看到的 与此同时 俄军对乌克兰城市的袭击也是连续不断 4月30号 乌克兰检察总长公布了一段海岸城市 奥德萨的监视录像 显示了俄军使用带有急速弹头的导弹发动攻击 导致多名居民死伤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进入了第三年 先不说双方伤亡的成千上万的战士 战争之下最痛苦和无辜的是乌克兰的平民百姓 最近一张照片是传遍了网络 是乌克兰警方在29号发布的 原来呢是顿涅兹克州的路上发现了一个98岁高龄的老妇人 她叫做斯杰潘尼夫纳 她本来是住在已被俄军攻占的顿涅兹克地区 为了逃离俄军控制区 她是独自一人用木棍当拐杖步行了十公里 老人表示说走了一整天 没有喝水没有粮食 途中还摔倒了好几次 结果完成了对这个近百岁老人来说啊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最终到达了乌克兰控制的地区 北乌军的前线人员最后发现了送往避难所 这位老太太说啊 俄军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啊 和他当年经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完全不同 现在是房屋都被烧毁了 树木也被连根拔起 他说了一句话 感动了所有的乌克兰人 他说尽管我一无所有 但我将乌克兰留在脚下 战争啊就是这么残酷 有人向后方跋涉 而更多的战士们呢 却需要走向前线 一段视频拍摄到了 一个乌克兰女孩在铁路旁 看到了火车上前去战场的父亲 虽然啊 只是那么短短几秒钟一蹴而过的相见 却有太多太复杂的情绪 包含其中 咱们频道的观众中有不少人一直在关注移民 自2024年以来许多国家的移民政策又发生了很多变化 首先加拿大大幅削减了学签和配偶工签 并且呢上调了多个省份雇主的担保资格要求 导致了合格的雇主资源大量减少 备受欢迎的希腊投资移民 从今年9月起将根据区域的不同 实行25万欧 40万欧和80万欧并行的政策 好区域价格将暴涨 要选中意的区域一定要尽早 本月初西班牙首相也提出了 关闭投资50万欧买房产或身份的黄金签证计划 预计半年左右该计划将彻底关停 英国从4月开始提高了申请公签的最低薪资水平要求 这也意味着移民英国的难度增加了 世界局势变化很快 移民政策也在经常发生变化 如果您现在刚好需要了解移民动向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做个免费评估咨询 如果现在用不上 也不妨保留一个联系方式 有一天您需要的时候 可以做到有备无患 有很多人可能会奇怪 以俄罗斯的经济状况又是在整个西方国家制裁的这个围堵的情况下 怎么可能打了两年多的战争啊 还可以这样持续加强武力 而且近期还有要战略反攻的架势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9号 在利亚德的世界经济论坛上 是直接点出了背后的原因 如果您看什么 Russia has done over the last year in terms of its production of munitions missiles tanks and armored vehicles it's produced them at a faster pace than at any time in its modern history including during the Cold War as the Soviet Union how has it been able to do that? because it's getting massive inputs of machine tools microelectronics optics mostly coming from China 70% of the machine tools 90% of the microelectronics 而中国的货带争是一种货带争的货带争。 现在这些货带争是一种货带争的货带争, 但我们知道很清楚, 几乎很多人的货带争。 这会有两个问题。 它是引起来的东西, 所以它是继续修改变的战略, 所以它是继续修改变的战略, 所以它是继续修改变的战略。 但第二, 它是引起来的战略, 它是继续修改变的战略, 这些国家在全国内的关系, 在全国内的关系中, 会对他们的关系, 以后美国成立的关系。 我曾经在最近的周期的讨论, 包括特朗普总统 Macron, 我认识, 英国有关系统修改变的关系, 在俄罗斯的关系统修改变的支援, 因为,再次, 这对美国的关系统修改变的关系, 不仅是美国, 英国著名杂志《经济学人》, 发表了一项最新的研究结果。 文章表示说, 尽管西方实施制裁, 但俄罗斯的军工产业却蓬勃发展。 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俄罗斯为战争生产的关键武器数量, 是大幅的增加。 到今年年初, 远程导弹的月产能, 已经增加了一倍以上。 而这项研究追踪了什么呢? 俄罗斯从各国进口的重要物资数量, 最后呢, 是提供了三个图表。 不难发现, 战争开始之前, 俄罗斯主要是从土耳其, 这种粉红色这个国家的进口军用物资, 但是战争开始以后呢, 从中国, 红色的, 注意看, 进口的军用物资呢, 是暴涨。 而进口的可制造武器的零部件, 电子产品和机床等等, 中国和香港, 是排名了前两名。 说白了, 支撑普京进行战争的背后主力, 就是中共。 那么美国和北约, 会对中共为普京送战争物资的行为, 做出什么反应呢? 其实啊, 这次布林肯去北京, 在我看来, 就是去送最后通牒的。 而最有可能马上实施的惩罚性措施, 就是经济金融制裁。 大家可能没太在意啊, 在布林肯去中国之前呢, 还有美国财政部的部长耶伦, 很低调的去了一趟中国。 而就在耶伦回美国之后呢, 他突然连发了五条推文, 专门提到了他负责的财政部下属的一个机构。 这个机构就叫做反恐金融情报局。 是个在911事件之后成立的, 专门用金融工具来追杀敌对势力的部门。 而这个被耶伦突然是推到前台的反恐金融情报局呢, 是个平时很低调。 但是每次出手后, 人们都会看到世界上某些死都不怕的人, 也被虐的是哭爹喊娘的。 因为他专对某些人的钱袋子和财产下狠手。 我们来听听反恐金融情报局最近的招人广告。 嗨,我的名字是BrianNelson, 我会有机会帮忙的, 我会帮忙的帮忙。 这部门的团队, 最重要的努力是我们的工作。 在我们的政府里面。 我们的政府里面。 TFI探索了一些世界上最重要的政策。 最重要的政策。 那是正确, 政府里面。 我们不使用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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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使用武器。 我们使用武器。 kami能够用武器的东西。 我们使用武器。 取得我们的奉励。 更加高, 尊重的。 推荐需要我们选择。 咱们选择达不相关。 5月份还不止有俄乌会战,以色列也将对加沙哈马斯的最后一个据点拉法发起总攻,而现在以色列正遵守他的承诺, 协助拉法的平民转移,以色列国防部在距离拉法约5公里的城市汉尤尼斯正设置大约4万个帐篷,每个帐篷可容纳10到12人,给那些从拉法撤离的巴勒斯坦人居住,以色列再次强调拉法是4个完整的哈马斯战斗营的所在地,要想消灭哈马斯就必须攻占拉法, 就在以色列紧锣密鼓要拿下拉法的时候,以色列国防军的一个举动却让外界感到错愕 最近以色列宣布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内,以色列空军的第139空防营将把美国的爱国者导弹的一种旧型号封存起来,转而全面的部署自己研制的铁穹进程防空系统,大卫投尸所中程防空系统,还有铁速激光反导系统,铁穹大家应该是很熟悉了, 以哈战争中大多数的哈马斯发射的火箭弹都是被这种铁穹给打下来的,成功率是超过了95%, 而余下的那5%基本上是铁穹系统探测后认为会打在空地或野外的没有威胁的目标,而大卫投尸所防空系统是属于中程的防空导弹系统,铁速激光反导系统则是最新研制的,专门用于打击火箭和无人机的系统 说起来啊,以色列的铁穹和大卫投尸所防空系统,也都是和美国的雷神公司合作研制的,以色列说要淘汰爱国者反导系统,并不是因为爱国者不好用, 而是以色列的敌人基本上都是用火箭弹和老式导弹,用爱国者实在是太不划算了,使用铁穹和大卫投尸所对付,再加上一个铁速激光系统, 已经是绰绰有余了,我觉得啊,既然是这样,那么以色列应该赶快把他的爱国者防空系统转给乌克兰, 泽连斯基可是一直在呼吁,乌克兰至少需要七套爱国者防空系统来保卫乌克兰的城市。 还记得澳洲以前有个很有名的电影叫《鳄鱼邓迪》吗? 讲的是可以轻松驯服鳄鱼的故事,没想到的是,在美国佛州出现了一位真正的邓迪先生, 节目的最后呢,就一起来看看,当一条人见人怕,恐吓四方的鳄鱼出现在公路上的时候, 美国的邓迪怎样赤手空拳,把看似张牙舞爪的八英尺长的鳄鱼制的是服服帖帖。 好了,这次的时事金扫描,我们就聊到这了,我们需要您的支持啊, 点赞留言都是可以帮到我们,如果喜欢呢,就推荐转发给您的亲朋好友, 当然了,不要忘了,首先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啊,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